今天是9月17星期四 市場的焦點仍然擺在聯儲局到底會不會加息 坦白說我個人覺得加息的機會比較微 不過就算真的是加息 四分一離息其實對金融市場 以至資金流各方面根本上無影響 不過市場總是找藉口來憂慮 今天的指數其實都比較波動 日中的高位去到22,200點以上 之後一個反覆就落到21,700點的水平 其實一升一跌都成四五百點的波幅 早段來說是高開 但是之後買盤不能夠持續 恆指始終就是欠少少力水 沒有任何指上破今個月9日的高位 22,228點 如果過得到就變成8月的低位 就是今天的高位 你過不了也沒辦法 之後的反覆回落又有一個奇怪 無論沽額是怎樣零碎碎地散出來也好 指數就是不會跌穿20天平均移動線 就是說由上星期二8日收市開始 直到今天為止 恆指仍然走在十天線路上 由昨天和今天兩天計 恆指仍然走在二十天線之上 即是技術上整個回穩的信號是相當明顯的 往後就要看看有沒有辦法進一步向上 突破今個月的高位和8月28日的高位 暫時來講是22,228點 8月28日的高位是22,424點 無論怎樣也好 一突破之後 技術上再向上網一定是50天平均移動線 不過當然知道 這只是一個技術上的反彈市 不是一個大聲浪的開始大家要留意 實際上很多股份 由於基本因素比較弱也好 在這陣子的反彈市當中的表現 可能都只是細幅度的動動 未必會太多 例如石油的反快 因為油價持續下限 因為基本因素是供過於求 博彩股就因為 整個業界都處於一個不明之中 尤其是在反貪反腐和經濟下限的勢頭之下 去澳門博彩人數其實是少了很多 至於零售股更加不用說了 零售業面對寒冬這個情況 很多人都知道了 不需要再多說了 煤炭股又如何呢 國家希望多些用新能源 減少碳排放 或者電煤價格遲早下限 這個板塊也不能夠抱太大的憧憬 即是說過去一些 能夠獨當一面的板塊 在現在這個環境之下 大家都不要抗得太重 當然買少許短線的出機 細幅度的動動 這個不敢說不行 但是作為一個中線的部署 你真的可能等等無況 股價跌了這麼多 如果資金許可 我慢慢買的是沒有意見的 這個我絕對是沒有意見的 但是如果你資金得一注的話 我覺得 就要考慮到自己轉身的時間 會不會有個幅度給你轉得到 人家很有趣的 買完之後升兩格三格 你不會走的 反過來跌十格八格 走好還是不走好 才是考功夫 看看它的指數先 收市那一刻是21854點 比例昨天跌了112點 成交金額不算太少 不過多就未輪到它 八百九十八億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我做了一些講義 我要去美孚 明天收市之後再跟他們聊